大家好 我是瘋叔叔 今天要分享的牌組是 旺旺進化石 在這一次的新版本 新增這一張死骸突襲者 他是愛麗絲的紅卡 他的效果是當自己的回合中 自己的從者進化石 使自己手牌中的這張卡片消費-1 而他本身擁有一個很強力的疾持以及諮商的手段 還可以做到一個AOE 這一張你進化越多從者就越強了一張牌 然後後期可以做到一個暴高的斬殺 而且本身的控制效果跟格里姆尼爾也十分的搭 你可以就是先砍掉一些大怪之後 再用格里姆尼爾吹起狂風直接高傷帶走 緊接著就是新版本當中有新增一些可以免費進化的手段 像是喪屍犬 可以利用到他這個進場的性質做到一個二費免費進化 而且喪屍犬你還能夠可以搭配到不祥的附身去複製喪屍 這樣你就會有更多可以進化的旺旺 然後整體來講的話 你可以在六費七費時就可以把死骸突襲者降到非常低 另外就是還有一張新環境卡叫做狂氣收割者 我雖然沒有放滿但是我還蠻推薦放滿的 他是一張極強的雙劫手段 那在對到撤退皇的時候 意外就是你自己把他送死時 還可以幫你去扛傷害 而且死靈素6的情況下還可以不消費一批免費進化 所以對於進化體系來說的話也是至關的重要 那剩下的進化的東西就是標配的幣以及標配的偵探妹妹 其他就是我還選上了壞旺的狂戰士莎莎 那你贊上了一個從者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進化他 那他交戰的時候可以做到一個抽牌 而且他進化過後是七血的緣故 可以去擋對面撤退皇的入場局的傷害 那我個人認為莎莎還意外的蠻好用的 剩下就是這一個版本就是所新增的珠必特 我發現這套牌組啊 你有可能在前期的時候會稍微讓一點節奏 但是你後期的時候就可以靠這個珠必特 只要你達成五次進化的條件 就會直接幫你補四點血 而且他是二費四六體質的從者 還可以幫你過一張牌 真的是非常好用 就算你還沒有達到條件直接拍十 他也是一個四費四六的從者幫你過一張牌 所以我覺得珠必特在這套牌組當中非常關鍵 最後就是在前期時啊 你可能會想要望望必定上手 那你就是要用到死門連結者 那你直接拍出死門連結者的時候 望望啊就是會被叫出來 但是望望被叫出來之後啊 最無法算在就是你是使用這一張上吃犬 這一點是比較可惜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點就是 你必須要注意到他進化過後是沒有羨慕群人力的 對你很常的情況下 你可能在五費時無法去手動進化 望望搭配到偵探妹妹 那這點我覺得這個設計有點怪怪啦 蠻希望就是官方可以把它設定成是 你拍滿三次之後他才是會獲得沒有羨慕群人力 就跟伊怒卡諾跟尼古拉的效果比較一致 不然的話如果你真的被逼急了 你不能去手動進化這一場還蠻怪的 好的那牌組構成方面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套牌組啊 雖然我當初是沒有很看好 但是我試了之後其實勝率意外的高 在對上比較慢的職業時 或是比較偏控制的職業時 他斬殺真的非常的高 你可以靠死海突擊者跟格黎姆尼爾 一回合做出高爆量的傷害 而且你也可以在終極時 就是狂降那個露西法的費數 讓露西法可以在6費或7費時拍出來 而且打到大後期之後啊 甚至讓露西法變成3費2費1費再進化 都是有可能的 整套牌組啊也非常容易幫你留進化點 最後露娜的關係啊 也可以幫你拿到一顆免費的進化點 整體打起來有一種莫名說不出來的娛樂感 但還是簡單說一下就是可以變動的牌 自己試完之後覺得啦 唯一能變動的就是兩張的露西法 其餘的東西是不太建議你們去做調整的 除非就是死門連結者少1 然後你去加一個狂氣收割者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可以選配的牌吧 可以選配的牌大概就是這8張 接下來我只會提就是我用過之後的想法 那首先我這邊要講的就是尼歐跟死靈衝擊 這個要擺在一起講 因為死靈衝擊啊它可以很好的跟尼歐搭配 就算整套牌組完很吃死靈衝 但是你直接派出死靈衝擊就要找出4張的怨靈 那味道尼歐的奧義 不用開到解放奧義 就奧義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做到一個8點的即時的直傷 所以尼歐跟死靈衝擊通常會綁在一起 但事實上我個人是認為 如果尼歐真的要選的話 我比較傾向於使用到它的解放奧義的效果 可是解放奧義的效果啊 比較屬於就是對面鋪滿之後你卡牌場 可是這樣的話又跟死骸突襲者的效用啊 有點衝突到 就是你不能單會的就是派出尼歐這樣的死骸突襲者 因為死骸突襲者會把敵方的場給解掉 那你就無法完美卡牌場了 所以最終我是認為死骸突襲者跟風箏比較搭 那如果你要放死骸突襲者跟尼歐的話 也不是不可以啊 如果你就是要變成分開下 可是這樣的話就喪失了 就是尼歐綁下去那一回合 你可以先及時打臉的效用了 緊接著就是二費跟三費從著 首先惡靈劍士 我個人會認為就是比等等要介紹的這一張的守木人 還更加優秀一點就是 他可以做到一個免費的進化 另外就是他在六費幫我們搶他的時候啊 你可以讓他變成一個六費六功的即時大頭 意外如果你前面有先鋪起來 可以打一個快攻擊之後送對面下去 但之後是覺得說 我比較追求於是中後期啊 那不想要打那麼快就把他給剃除掉了 下一張靜密的守木人 由於整套牌組啊 有很多可以觸發死靈速的這個手段 所以他的這個效果啊 是還蠻好觸發的 而且他自己進化石也是可以觸發到這個效果 如果你會選用這張牌 最主要原因就是 看你需不需要準時的爽減 如果需要的話 這張就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最後就是白骨讚美者 一開始我有測試了這張牌 但實際上他真的太吃搭配些 你二費一定要下到那一張222的從著之後 讓骷髏去做到開車 而大多的情況下 你不會想要排他這個三費的效果 因為當你想要選用這張牌時 你就是想要用這個暴龍強化七的效果 直接進化全場的骷髏士兵 如果七費再進化的話 真的是有點慢了 通常七費就是要用格里姆尼爾 直接吹風收頭 好的 那差不多就是這畫面上 這八張牌可以給你們選用 接著我們就要看一下戰績的部分喔 這套牌組啊 我前面就有先打 如果沒有記錄下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就是這邊 我打了兩勝兩敗 然後那時候還在抓牌組 而之後啊 我補了就是六場 最終是獲得了一個五勝一敗 而在那之前啊 我其實是打了四勝兩敗 所以最終這套牌組的戰績是 十一勝五敗 我真的覺得超誇張啊 比我玩那種主流牌組的勝率還要來的高 所以這套牌是一套強牌 而且很意外就是我贏了 那有兩場的皇家都是讓我蠻意外 就是我可以提前七費把他吹死 那其中還是有幾場比較經典的對局 我們就看下去囉 首先我覺得這套牌組 意外的控制能力相當的強 想要能達到六費之後 你可以各種的租幣特效 而且有一張的二費二二的那一張 可以獲得死因素是必殺 也是可以很好的輕鬧場 那在前期七手留牌的部分的話 如果是後手會留一張的死骸突襲者 其餘的話就是全力去找狗狗 有狗狗的話就可以一直 前方有一隻可愛的狗狗 然後就可以一直進化 非常的關鍵 要一定要做到就是提早去進化五次 好讓你的風神跟珠幣特可以出發到效果 那這場全換之後 來這些東西有夠爛 這就是我最不想遇到的情況就是 呃該來都不來 而且我還空掉了二費節奏 少下一次狗狗 少下一次狗狗 最對這套牌組很傷 因為你就少疊了一次 狗狗一定要疊滿三次之後才能夠進化 那我們也只能打出死門連結者去叫出喪屍拳 叫出彎彎 然後對面是死門連結者 也跟我對拍 那所幸啊這樣的話就可以幫我補齊節奏 先拍一下喪屍拳吧 用彎彎換掉之後再用喪屍拳 再拍下去然後換掉對面的死門 死門一個交換 那接著的話如果啦 補費真的沒有東西拍 我們繼續拍彎彎 彎彎就是可以這樣一直重複利用 只要一張彎彎就可以幫我補齊前期的所有的節奏 十分好用 然後一隻彎彎又回來了 然後對面使用了主門庫 然後曝出了一個賽爾斯特號 那這邊就是沒辦法我就只好就是拍出壁去拉一張 那之後啊這一turn啊說實在的我應該可以去考慮 就是拍死門連結者 然後叫進化點就是把我排隊所有的王王都拿走 但是你沒有注意到的是就是我前面已經叫出了一隻王 所以我進化他其實沒有到太大的幫助 所以我是選擇進化幣 然後為了充這個數量就是那個次數 所以選擇用偵探妹妹 如果你知道你的排隊啊就還有一隻王王的話 那我覺得考慮就是十分連結者 只要你不爆牌的情況下 直接拿滿王王 接著的話六turn 最理想就是直接連拍三張王王 當回合就一定可以進化到 然後用那個王王來解場 這邊使用白骨乖客 那通常這套牌組啊也沒有說太需要防守嘛 就是盡可能的就一直去刷你的進化次數 那接著我們就是 上屍犬 上屍犬 第二隻會進化囉 有沒有王王進化了 最後再去用那個靈魂巷導把它砍掉 那由於這張已經消除了羨慕取的狀態 所以我是不會爆牌的 好接著看一下就是朱必特目前是三次了 那我們繼續要刷 對面塞爾斯特號讓我一個回合 那我們很順利的可以直接用 上屍犬 震探妹妹 還可以去配到 這個 遊魂少女露娜 好 上屍犬 震探妹妹 但是這個露娜的那個 露娜的玩偶是無法拍下去的 因為對面鎖了我的 拍護符 有沒有發現我在7turn的時候 雖然說我這邊也去刷了兩次啊 那理論上7費都一定可以進化到露西法 正常的情況下 我還沒有花到半個進化點 我們雙方都非常的節儉啊 主場的進化點 露西法已經到了5費 那緊接著他就是克里斯托弗 然後換掉我的露娜 然後再用死因騎士 那你 露娜 可是我們已經滿足了5次的進化次數 所以我們這邊不用太擔心 控制方面的話還是非常給力的 哇他不相附身再分了兩次出來 雅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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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分 這個場面有點大 哇 有點完蛋對不對 但是沒有關係 首先 朱比特等於說是2費 直接消一隻最強的2費全消 還可以幫你補一張牌 漂亮 然後接著的話我右手抽到狂氣收割者 狂氣收割者可以幫我很優秀的雙解 而且我自行這送掉之後啊 這一回合可以直接獲得那個減傷的效果 那我就可以就是故意留殘局給他 雖然說他會再一次變大啦 但我其實也沒什麽好下的 就只好就是直接死門連接著 最後他的聖結刀也爆掉了 然後正一陣對面 陸魂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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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門連接著 再拉出來 然後三攻三攻再打頭 理論上啦 我這邊可能只會剩下兩點血 那因為我的那個三倍紅卡的效果 幫我扛了三點傷害 超棒 那緊急著就是 這一陣啊 要再相信蘇比特了 蘇比特先去消最大隻的 消掉 好的 右手朱比特 那我們就好不客氣了 再消再消 一直消一直爽 緊急著 哦 又露娜進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拍下 上司拳 那這邊為什麽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這一回想要做到就是一個 露西法進化去掃這個場 然後把場面給控制下來 再拍出一個很強的露西法 所以我最終就是選擇讓上司拳再回來再刷 這樣剛好讓露西法變成一個三倍露西法 直接掃完全場之後 再去做到一個4-3的交換 保一下那個露西法的血量 反正就是對面的暴君直接轟死 但是其實 他有暴君我一下就會爆掉 對啊 他的宣布群次數已經16次了 可是我們這邊 不這樣做不是不行的 還是給他那個露西法下去 嘟嘟看看他有沒有暴君 但看來還是沒有抓到了 耶 對面使用克里斯托弗 正經再下來 來 最終禁煌死靈法師 哇 轉出了一個死門連接者 但沒有太大的幫助 那因為我們前面有留著進化點的關係 我可以再用最後一張露西法做到一個很有效的AOE 那我們就拍出露娜 搭配到不祥的副神 可以叫出一張的汪汪去做好結場 那汪汪是可以換掉的 嗯 那接著再用汪汪 那這邊還要注意的就是喔 我拍骷髏盜賊也是可以直接再換掉一個盾的 所以最終啊 就是汪汪解掉一個 然後骷髏盜賊解掉一個 再拍下露西法去進化 全部set 我們就贏下這場對局的勝利囉 超扯 我都覺得 嗯 真的假的 魚安可以跟謝慕斯拼後期啊 然後就是 四攻四攻八攻直接走投帶走的對方 而且如果啦 嗯 我要去丟格里姆尼爾 現在傷害也是更高的人 因為畢竟 要算一下要算一下 接著我們看一下第二場的對局 對上了吸血鬼 魯西亞 拿到一個先攻 依然就是全部去換掉 然後去找到前期的狗狗 二非有沒有辦法掐出狗狗 就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那這邊的三費死門連接著 要不要留下來 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他可以必拉狗狗 如果你覺得自己比較臉黑的話 至少我可以在三費只拉住狗狗 四費就可以拍狗狗了 一來一費沒得做事 隨便蹂躏惡魔 什麼惡費 又空過 我什麼都一直在空過 又空又空又空過 接著的話 好 死門連接著 這樣可以讓我達成就是下一次的時候 四費兩張的喪屍犬 旺旺 對面鐵球 那我們這邊就稍微做到一個交換 反正這個死門連接著 其實不太需要去拉進化點給他 然後我是為了就是不要賣太多血 所以使用狗狗去掐不祥附身 多拿一張 然後直接這樣換 多叫 現在下一層的時候就可以做兩張的汪汪 但這樣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假設啊我沒有進那個二費的從者 那我就會逼迫要自己去進化汪汪 這樣的話就會浪費掉這張汪汪 他就在後期無法幫我多刷一次的進化次數 這樣對我來講是蠻虧的 所以我就要看一下二費有什麼 不想附身來的有夠好 那我們就直接汪汪汪汪 會比就是進化真他妹妹還要來的好 就進化配上真他妹妹來的好 但是這邊啊 因為我已經滿足次數的關係 我的汪汪 羨慕取次數已經到了7次 所以我現在一個大大爆牌 等等的話就會再爆一張 然後如果汪汪他擠掉時 又會爆掉 這對我來講也是有點可惜的一件事情 啊汪汪死去 可是手中已經有四張汪汪了 我們也不用太怕 接著這一回合就是瘋狂的去刷你的 喪屍拳 汪汪 汪汪 太快樂了吧 而且死骸突擊者在上一回也進來了 那我這一回就可以刷得非常開心 然後去稍微換一下 然後最後一張也是等送死之後 再拿到一個免費進化 接著在7費時 我就可以做到上司上司 偵探妹妹 那即使啊等等 她的7費下出暗黑帝王石 我就可以用朱碧特去消掉 還可以補血 超級大東西 那目前來講的話是沒有太大的危險 但是你還是要去算一下 有沒有可能被百獸大惡鬼給弄死 嗯 好 那這邊就是 偵探妹妹汪汪 那如果啊我這邊撞完之後 換掉 然後留兩隻汪汪 百獸大惡鬼咬下去的話 會呃扣到我剩下6點8點嘛對不對 其實是 要稍微解一下的喔 對 再汪汪再下來 好 好 好最後就是這個3點 場上有3點 將他百獸大惡鬼的咬 喔 可是 對面選擇的是迪亞波羅斯 完蛋了 我剛剛沒有送到迪亞波羅斯 所以說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迪亞波羅斯 要去算一下就是說 如果他自己送掉的話會造成多少傷害 那我這邊就是很不幸的 動畫定律 就是直接鎖血一點血 鎖點一點血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反殺的時刻到了 來 反殺時刻 先互相稱讚一下 鼓勵 有沒有發現死骸突襲者直接三廢 進化 進場 然後對面跟我打個招呼 我跟他講說 嗯不錯不錯不錯 哈 但是你放一個最大的錯誤 就是把我打成一點血鎖血 這就是動畫必敗的定律 好 那最後想來看一下對上龍珠的對局 這一場也是非常的有趣啊 因為我成功用到了這個 露娜的秘密軟體 嗯 接下來我們就看下去囉 那這一場 就 騎手流牌方面的話 如果有1倍解中的露娜 還像可以留一張啦 就 之後就可以快速做到一個綠牌 但是啊接下來給我兩張露娜 那也沒辦法 只好拍下露娜 露娜王偶等等一定要在二費的時候下 然後露娜直接被揍死了 那我們這邊要為了過牌 欸沒有我是為了一個戰場 所以我是拍下骷髏盜賊 那其實是拍下露娜比較好 最後想想 這邊是多灘的傷害 然後露娜再連續綠兩張 因為不要希望就是早點拍汪汪 而這一張啊 你對上大大龍 他的必殺途徑是還蠻關鍵的 所以通常會想要把他留下來 那這樣的話 進來是什麼 喔剛好來了一隻汪汪 那要怎麼解掉累積呢 就可以用這個喪屍犬 搭配到不祥附身 幫我拿一張的汪汪進來 人們疊亡亡積汪的次數才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為了不要賣血 所以我還是自己跟他換掉了 直接對面直接卡住龍人打我頭 要不就我怒娜 那這邊就不要用跟他客氣 直接進化 剛剛留下的就是露娜那張法術 扣著 死因的誘惑 搭配到偵探妹妹 用偵探妹妹去換 由於就是他等等加過之後 血可能會更多 會比較難換 現在能換的時候 都用蟲子換 等到之後 血太多的蟲子 再用死因誘惑直接掐掉 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對面排出了珊瑚沙 搭配到累積 然後直接做到一個buff 然後這時候我就想說 阿雷雷 欸 怎麼辦呢 這個場面 我現在有點難解 我要硬拍死骸突襲者嗎 還是要做什麼事 之後我想到一個 欸不對啊 露娜可以請別人當我朋友 所以這邊最好偷的就是直接請累積當我朋友 我還可以順便跳飛 所以這把累積給請過來之後 拍下兩張的汪汪 什麼 兩張的汪汪 搭配到 進化 好 換掉 換掉 那你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要多送那一張 因為那時候我在猶豫要不要用那個骷髏盜賊 但是我少算一次 所以理論上那隻多送啦 不然我這邊還有一個2的場 可以多蹭他頭 變成13點血 所以我這邊少打2點傷害 負2 結果對面的垃圾龍下來了 我們不用擔心 骷髏盜賊就是這時候用的 那接著為了就是先把傷害灌進去 好搭配到接下來的死骸突襲者 所以我這邊決定直接開始鼓勵母吹風 鼓勵 然後一樣刷一次的汪汪 死骸突襲者已經到了 三費了 準備大開殺戒了 接著對面神域的飛龍 神域的翼龍 進化跟我交換 但其實如果我這邊控的好的話 我是可以直接用死骸突襲者掐掉一隻 然後接著的話就 再用古力姆尼爾去撞掉那個神域的翼龍 最後就是這隻再看是怎麼做 其實還是可以解掉 但是這裡是直接右手 格里姆尼爾 那我就是死骸突襲者 搭配到格里姆尼爾 直接吹風 很雖然全部打到那個龍上面 但是我這邊直殺就可以直接帶走對方了 我們汪汪可是很兇殘的 這裡是怎麼就對方 只干 quart道 ần其共人